原标题 接连突破两道封锁线 以军战机成功空袭叙利亚 S-400毫无反应三月底 以色列空军针对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坡市展开空袭 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此次空袭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仅仅造成部分设施受损 不过据阿勒坡市当地居民透露 阿勒坡市在遭遇空袭后 城市电网陷入瘫痪状态 而以色列军方则表示 此次空袭是针对阿勒坡市的伊朗军事力量 以及基础设施 而目前回看此次特殊的空袭事件 着实让人信思极恐 首先 阿勒坡市位于叙利亚北部地区 其北部方向是与土耳其接壤 目前并有土耳其军方控制的艾夫林地区 其西部方向则分别是伊德利卜省 以及濒林地中海东岸的拉塔基亚省 和塔尔图斯省 要知道 以色列空军想要对阿勒坡市采取空袭 那么 势必将会遭到阿勒坡市两大军事基地的监视 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配备有S400以及塔甲S等防空系统 而塔尔图斯港的防空火力更是相当强大 那么 以色列空军究竟是如何变开俄军监视 并且发动空袭的呢 据中东AMN新闻网消息 根据西利亚军邦所提供的空袭战场图片 以及空袭导弹彩片来分析 以色列空军此次所使用的是 GBO-39净确制导炸弹 该款制导炸弹便是美军F-22 以及F-30翁战斗机的标配弹药 此外 经过升级的F-16战斗机也可以 使用该款制导炸弹 但是从此次空袭行动来看 以色列空军想要出动F-16战斗机 完成此次空袭任务 期间并开采尔图斯军港 以及赫梅米木空军基地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而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出动了F-35隐形战机 但是 俄军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监视范围 更是高达400公里 这一距离足以覆盖半个地中海东部海域 以及以色列北部全境地区 而以色列空军却可以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接连并开两道封锁线 并且对叙利亚最北部的阿勒扑省发动空袭 可能说明 俄军S-400防空导弹系统 并未发现F-30翁战斗机 去年9月份 俄军一架1220运输机 遭逝军物质坠毁 俄军随机相续军援助为S-300防空系统 以及电子战设备 并且放话将会封锁地中海东部海岸 一旦有战机进入射利亚境内 将会直接予以拦截 以及通过电子战设备 对其进行干扰 但是此次以色列空军成功避开了S-400的侦察 在发动空袭后 更是全山而退 助续俄军在空袭事件前后 并未做出任何表态 这将严重影响到俄军S-400防空导弹 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 俄罗斯方面对于S-400 甚至说是S-300都十分自信 俄军专家曾表示S-300都具备发现 以及打击一些目标的能力 使得以色列空军长时间被赶进入射利亚领空 采取军事行动 而以色列空军司令诺金也曾多次暗示 以军F-35战斗机已经完成了两线作战 也就是说 以色列空军F-35已经针对加沙地区 以及是境内成功发动了空袭 但是此次俄军S-400 则并未做出任何有关 以色列空军飞行轨迹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